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晚安 不好意思 我今天晚上 因為又要顧小孩子念書 然後又去參加義消的訓練 所以剛回來整個屍大大 去洗澡又忘了開會 然後我想說 那主持是不是可以比例效忠 那這個有耽誤到大家時間了 我抱歉 那我待會先自首 IOU三百塊 你懂嗎 來 進去下一個議員 夫人歌唱 製作詞 有好 IOU 愛 IOU 愛 在今宵每一夜,不只黑一回, 一生那天,不免来追悔。 为你找我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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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谢谢大家 来 再来年度歌曲 有请米苏Karen来请一下 我们快乐地下着迟足够 随手下某云霄 太阳照着迟足够 风也会回来 三国一 祝你 三国一 我们满满满满 我们满满满满满 可是天 Story 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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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ked rank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event 香港人的霓國 開場的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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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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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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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arcus也在线上 生日八月受薪 不是八月不是八月 四月 四月八號 四月十七月 人不爹 拔牙拔牙拔牙 他在拔牙 他都弄牙齿嘛 手機沒開 今天是不是要進行 下個年度的第一次理事會 謝謝 請社友們開始IOU 今天 這個 宣也有上線 太棒了 宣要不要跟大家問候一下 在正式開始的時候 這個 軍旅生活還適應嗎 宣方便講話嗎 他說他大隊不方便講話 不方便講 好好好 那我們還是大家都持續有關心你 有機會要再來亮相一下 來 那再下一頁 秘書報告 秘書 那我們有請秘書長Kevin報告 Kevin在這邊做秘書報告 拜訪大城國小校長 時間是在4月11號的禮拜四 早上10點到11點 地點在大城國小三峽的城福路251項2號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 目前有 P Robert Jim 還有Ryan 訪問社友 Bitch 時間是在4月11號禮拜四 中午12點到下午3點 地點是在千戶傳奇生態農場 三峽區有牧裡有牧154-3號 出席人員有 Robert Jim 跟Ryan 下一頁 欸 OK 有 看到了齁 創區偉大團隊 第2次參序 時間是在4月11號禮拜四 晚上的6點半到9點半 地點是在園山聯誼會 出席人員有 IPP Sean 跟PE Robert 4月份理事會 時間是在4月17號 星期三 晚上的9點到10點10分 第六分區各社會全會 地點在 DEG Sera的辦公室 地址 東話北路168號15樓 時間 本社時間我先報齁 是在 星期五 也就是4月19號的 早上11點到中午12點20分 請大家務必當天要出席 下一頁 下一頁 2019年地區年會 時間是在4月20號 星期六 早上的7點半 提供早餐 在8點50分進場 地點是在台北的大直點華餐廳 例子是台北市直福路8號 午餐的部分是12點05分 在聯合例會前 那餐費是800元 晚宴的部分呢 是6點半開始 總監事業 我愛我的福人社 餐費是1600元 目前有 報名的人員呢 在午餐的部分 只有Cabin 有Cabin一員 那有報名 午餐及晚餐的部分呢 有社長BABY Morris的話會在明天回覆 第177次立會 實體加視訊 時間呢 是在4月24號 星期三 晚上的7點半到9點10分 地點在漢族學院 台北市復興 北路99號14樓 當天主講人 王永祥老師 他是 斗數星象 報社家庭陽宅專欄的 專欄的作者 那這一次的專題講座題目是 風水命旅 與人聲 特別有助記是 採座談會方式進行 下一頁 報告完畢 還有 sorry 我再補充報告一次 報告一個 就是 休會通知 是在 時間是在5月1號 星期三的勞動節 因為國定假日 當晚立會 我們就休會一次 報告完畢 還有 sorry 還有 周美社第六屆社慶晚會 時間是在 5月4號星期六 晚上5點半開始注射 6點開始地點 大直典華飯店 五樓日出廳 例子 台北市直服錄8號 請社友踴躍報名 請社友踴躍 美社報告完畢 我還說報告完畢 我又考慮一下 我又想不想要跳回來 謝謝美社的報告 來 那接下來 那個出席報告 出席報告 我們是不是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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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囉 Doctor 可以 可以 在報千金嗎 可以 那麻煩你 那個 Doctor 報告出席報告 上週4月3號出席報告 設有14位 出席6位 缺席1位 5出席6位 請加1位 出席率92.31% 報告完畢 好 好 謝謝 大家再鼓勵一下 謝謝 恭喜 讚讚讚讚讚 再來 麻煩 莫里斯 IOU 糾查報告 莫里斯 來 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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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舉手 莫里斯 現在方面講話 對啊 我看不到金額 那個 你可以看得到我們聊天的訊息嗎 看不到金額 訊息 這個今晚的是總共一千塊 一千塊是嗎 對阿你就 大概今天有上線的人 你再點一下名 我 我是三百 其他都一百 你可以一個一個報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嗎 喂 莫里斯 好 那不然 我來報好了 那個 今天晚上 到目前為止 的IOU總共 算一千塊 那 Sean 三百 Kevin Joseph Rober 一百 Shan Marcus 然後 在最後 這邊 是 Morris 還有 總共一千 好 謝謝大家 來 下一頁 主席民眾宣佈閉會 好 主席民眾宣佈閉會 今天效率也很高 好 謝謝大家 來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交給Rober Rober 哈囉 時間過了你 OK 好啊 那大家晚安 那個 比利你有聽到嗎 我看你跑很久了 你不會喘嗎 比利 比利 有沒有打開聲音啊 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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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我們就開始第一次 2019 2020年度的第一次預備理事會 好 那會議開始 OK 那我先提一下我們 這次有三個案由 案由一 本屆的第五屆組織表 那我要提請大家通過 那案由二的部分 就是大一啊一歪的實施 那我會跟各位講一下什麼是大一啊一歪 然後第三個是由本屆的第五屆預算表 那提請通過 OK 那案由一哈本屆的第五屆組織表 那我請那個誰 RUN把它放在上面一下 OK 一字比較小 那原則上 就跟上次我們那個 部分的組織表是沒有變的 那這次呢 我就專家了一個叫策略委員會 那策略委員會呢 是我這屆我把它加上去的 其實我們我們以前歷屆以來都有 那這一次 就是 裡面我們在訓練的 配置訓練時候呢 有跟我們講說 希望每個社能能增加一個策略委員會 那目前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由我這一季 我就把它編入 我們的組織表裡面 那如果以每一屆社長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 以當季的社長為主委 那我們會把IPP 然後包含內季的PE 然後跟PN 那下季的社長當選人的部分 來組成一個所謂的策略委員會 然後可能再新增一個社區委員會的主委 這樣子 所以一共大概是五個人 那其他的組織 表約之前有給大家看過 那部分看這個部分 各位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沒有問題的話就 大家可以留言 那如果說沒問題的話請大家在 在那個留言區裡面 可以通過此提案 OK 那目前 像OK 然後馬國是OK Joseph也OK 那我OK 那Kevin也OK 那Dr部分也OK 那Billy咧 還有那個Morris呢 Billy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Billy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Billy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Billy 好OK 那沒關係 我們先 沒有問題 好OK 好 那我們就第一個議題 那艾遊2 大EREY的實施方式 提醒通過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我們之前有幾屆 就已經有所謂的大EREY 那這個大EREY是這樣子 那我們以大EREY是 每個社友呢 每年度捐100塊美金 那小的EREY是每年度呢 每個人捐25塊美金 那我是這樣想 然後這一屆呢 的基金的部分 我自己會 也會有捐獻 那大EREY的部分呢 我在這次預算表裡面 又把每一位 就是每個月分擔 300塊的 的這個費用 那大EREY有個好處 就是說 當我們每個人 捐獻100塊美金 好到 到 出去的時候呢 那之後呢 我們這分區 還有我們社上面的基金呢 也會跟著做有回饋 所以這是我 我提醒這個基金的方式 那 因為這個 也是每一位社友 用自己的名義 去做捐獻的 所以這次呢 我就先把這個提案 先編入預算 然後提醒理事會通過 那原則上是 每個人大概會 扣到大概美金 台幣大概3000多的時候 就不會自動扣管了 然後到所謂結余的時候呢 RUN這邊會會整 然後去 RI的線上去做 付款登錄這樣子 那我不曉得各位社友 對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提出討論 這個不能 折密一次出帳嗎 可以啊 我只是說 讓每個月大家先扣款 用一次扣款這樣子 當然也是可以一次出帳啊 只是說我把這個預算 編在每一年剛好台幣3000 這樣子 那當然也可以到後面一起付耶 只是說我們在年度出帳的時候 一個的是美金100這樣子 我這邊有一個想法是說 同樣就算有這筆錢的支出來講 那是不是留在社內是反而更有 更有益的 對我目前的社 嗯 看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社本來 你要做捐獻 這是分開的 就像那個馬口子跟 他們有1500塊當作指定的捐款 那這個跟RI沒有任何關係 那如果說各位 要獨立捐獻的部分 那就是不通過RI 那我們就不會有所謂的基金的 到時候基金的回饋辦法 因為這是RI到時候會回饋到我們自己 社根分區上面的基金 那如果說 這個部分其實也就沒有所謂的強迫性 然後如果說各位有獨立捐獻的部分 那像這次馬口子跟 就是不確定1500塊美金 那我們就編相預算 我等一下會提 那就是編 比如說編6萬塊 到監動人這個預算部分 這也是OK的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到...就是...單純在是...想法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費用就是... 盡量有費用就是社內... 社內的...以社內費用為主 目前我的想法只是比較單純 因為我們的... 費用什麼等等也... 並不是很足嘛 在你編業預算上的話 我認為就不會說很充裕 對... 對...那... 相對來講你說編每月300 其實就等於是會費提高300 如果單就金額來看嘛 嗯... 不要說下面 就等於說每一個人... 月費再多加300的意思嘛 嗯... 那每一個人等於就是說每個月多出300 那這個的流向我就相對來講會比較傾向說是... 能在... 社內運用是最好 嗯...嗯... 那至於說... 要不要跟到...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 每一個... 不同的... 不同的總監上他們或是... 或是每一屆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不知道這個是... 大一啊一歪是... 這一屆才有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固定都會有 每一屆都有 嗯... 每一屆都有就對了 嗯... 那我只是想說... 因為這是... 我是覺得說他們... 呃... 到時候我們雖然可能捐的這個錢... 不多... 可能只有台幣3000 可是之後呢... 我們畢竟在... 不管是社的分區 還是我們自己這邊... 都會所謂基金募付... 募付那種基金的捐獻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 我也思考很久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雖然說我們社可能沒有什麼錢 可是呢... 第一個就是曝光嘛 那第一個其實如果金額不多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 在社上面做點事情 那當然可能... 我們會增加每個月300的社費 那是沒有錯 所以其實這個我也思考很久 所以我也是問問看大家的想法 這個東西不一定要... 要實施 或者是把這個議題丟出來 好... 看大家想法怎麼樣 那因為這個錢... 捐出去... 到後面還是會回饋回來 我的當初想法也是這樣子啦 那或者說... 或者是說我們這次要先... 先擱置 還是說之後要自由 這個大家都可以提想法 我這邊... 我這邊... 我這邊沒什麼其他的想法啦 嗯... 了解... 那當然我們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樣子啦 我們有兩個... 我們有兩個的提案啦 就是所謂的擱置跟通過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部分現在實施不妥... 那我們就可以自由發言 比如說好... 那如果有擱置 那...如果大家覺得要先擱置 那我就先... 這個也OK 如果開始實施來講的話 會在... 什麼時間點... 開始有這一筆費用的... 需要支出 7月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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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要以14個人 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應該是... 比較有經濟壓力的人 比較需要... 聽他們的意見吧 是 比你說自由樂捐金額不限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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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 不提搏 那就是自由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還是說大家覺得... 這部分呢 我們不要實施 也是可以 這個其實沒有強迫性 那我只是覺得說 OK 那我們可以先擱置 也OK啊 像是一直是擱置啊 如果... 自由樂捐就不是EREY是吧 也有啦 對啦 其實就不是說EREY啦 就是... 以個人基金捐信的方式啦 就不是了 那我覺得像... 的意見 大家也要... 也要... 對經濟能力有壓力的人 來做個尊重啦 對啊 那個... Rober 我再請問一下 他這個是... 等於是... 你說編... 每... 每個人是每月... 300 每月300嘛 對不對 變到每... 變到300 對... 就變到3000 差不多是這樣子 對... 必須給大家知道 就是說... 是... 這樣的一個情形 是 雙的意見是擱置啦 那大家的想法咧 我覺得也是擱置吧 因為... 對某些人來講 就是... 這個... 可能是壓力吧 OK 現在... 因為我們的社員人數也不多 其他的一些... 預算壓力應該是有的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 我也是擱置啦 OK 好啊... 既然是這樣子 那我... 這樣我先擱置好了 這次的預算表部分 我就先把它拿掉 OK啊 好... OK... 那... 那... 這邊我就... 我們就決議擱置 OK 那run... 下一個 OK... 那... 這次預算表 我... 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他比較小啦 我用... 我用一個一個列的 我用講一下 好... OK... 那... 因為他比較小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列一下 我們現在固定的 每個月的月費 還是部分沒有變動 好...那每個月部分 就是台幣1500 好...這個... 我們每屆都一樣 所以我... 今年... 我們先以14個人的便利的話 一人1500 所以今年的預算大概是 25萬2000塊 那... 今年的RI總設費 有調漲 所以一個人 是65塊美金 去年是64 好... 因為那天我昨天有去開會 每位是說 從今年的7月1號開始 好... RI總費會 有點漲價啦 嘿... 所以我們那天有調了預算表 所以一人是65塊一年 所以一人大概一個... 總共是要2080塊 好...一年的部分 那... 上次的提案的部分呢 呃... 有提到說 這一次我們地區年費的分擔金 一樣呢 是一個人收1200塊一年的費用 好...然後這一次的地區 辦事處的分擔金 好...我... 呃... debit這些是1000 那這次CELLA的部分 他是把它編在900 好... 所以今年我們 以總共所有的設費收入來講的話 呃... 目前來講是31萬1780 這是我們目前的 呃... 在固定支出... 固定的... 匯費收入的部分 那這一次... 呃... 我固定捐款部分 大意還意外我們決議擱置嘛 好...那這個部分我就... 在預算表的部分我先拿掉 那這次的捐款收入的薪值認捐 我按照去年debit的部分呢 我也編列了51500塊 好...這是我們在理事薪值認捐的部分 那拍賣收入 我先占編... 1000塊的收入... 一個月 所以我們的在... 拍賣收入來講的話 會有一萬二... 的... 捐款收入 那我們歡喜金 我們... 以一次例會來講 大概都在800... 到900之間 所以這次呢 我就先編... 800塊的歡喜金 以40週來講 所以這次我們歡喜金 大概會有三萬兩千塊 的預算收入 那指定捐款呢 Marcos跟... 据舍服的部分 我有把你們這一次的... 指定捐款已經把它列進去了 1500塊美金 所以... 核算台幣就是四萬六千五百塊 那這是我們... 所以我們這次在捐款收入來講的話 總共就會有... 我看一下 14萬兩千塊左右 的捐款收入 那另外一個就是其他收入的部分 其他收入呢 呃... 我們... 預估啦 這一次我們可能就是找五個社友 所以我們的福倫認同... 呃... 中生福倫認同金 如果我們能找五個社友進來 那一人一萬 所以我們就會五萬塊的 福倫認同金的收入 那... 在其他收入部分 我們還要準備 2021跟22的國際年會的準備金 這是分擔金 這是一千塊 台幣 那... 地區配額館 呃... 我們也是分擔金 這是... 我們那天提案五的地區配額館部分 這部分也是一千塊 台幣 這是這個部分 那... Roon的分攤呢 這一次... David呢有... 呃... 重新做... 申請 所以這是我們的... Roon的分攤金有降價 所以這次Roon的分攤金 大概是台幣 3,400... 欸...3,840塊 台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去年是變了五千多塊 今年就變了3,840塊 整個就降下來 那... 再來就是今年呢 我會把社商的網路 跟網站重新架一個 也是從我... 我們從去年開始 Debbie提到現在我們都一直沒有做 那這一次呢 總共會有3,650塊的支出 那... 這個部分就由我這邊先... 贊助啦... 第一年... 嘿...所以我就... 雖然說... 有這個收入部分 那我們就不算支出 這樣子 欸... 這是我們目前的收入部分 那如果今年的收入總共來講的話 應該扣掉... 500塊 大概我們收入會有 呃...大概是58萬 左右 這樣子 大概57萬 扣掉那個300塊的收入 這是我們今年的收入款部分 那收入部分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看不太清楚耶 對看不太清楚 對 因為他那個我們去年表太小了 所以我大概先用...先用講的 跟各位報告 到時候我請... 我把他轉成PDF 放在我們的那個... 群組上面 對... 比較... 比較... 跟去年不一樣的部分是在於說... 就是... 就是... Joseph跟Marcus你們的捐款啦 嘿...去... 就是今年最主要收入... 呃...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做任何改變 好... 就跟去年的預算編法是一樣的 以目前14個人 那去年... 在預算編法是16... 呃... 今年我們其實就少了兩位啦 好... 所以今年的人數預算是14個人 好...然後... 最主要是你們有一個指定捐款的部分 就是46500塊台幣 這就指定給監動人這樣子 唯一的差別在這裡 那像其他的... 論的分攤啊... 這個部分也有降... 好...然後地區的配合館 每年的... 呃...分攤金 這部分就是沒有編的 就所謂的固定收入跟固定支出 這樣子 欸... 今年... 那個... 浩克斯那邊不是有一條進來 已經先進來了對不對 我就編4萬6千5啊 就是指定管 已經編在裡面那邊 1千5啊 還有那個捐政府的500啊 4萬6千5啊 指定捐款 然後唯一就是RI Survey今年漲一塊美金 所以一人就要編...去年是64嘛 所以今年就編65這樣子 從7月1號開始 欸...我沒有要問一下齁 嘿 那個...因為上幾次開會有幾次我沒有... 沒有特別注意齁 是 那個...像...像那個... 那個... Joseph跟Marcus那個指定... 捐款到見動人的這個部分齁 對 也就是說你會列為明年的服務項目之一嘛 是不是 對...沒錯 然後設上在... 我編一個預算齁 我總...我總編了6萬 結果他們捐了4萬6千5嘛 那我們設上這邊也分擔一點嘛 所以我捐... 我編了6萬的服務計畫在見動人 上面 喔...了解了解 嗯...對 那...那我這邊是有...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這邊可以處理啦 我剛好有一筆是... 有一筆預算是... 我本來是... 我總共是1萬...1萬6 嗯... 要給... 我本來是叫我兒子去找兩個兒福單位 是... 就是他們會認養兒童 嗯...就是瑞安社有個認養兒童 就是... 他這次的地區有幾個服務計畫 那我覺得你這個比較適合瑞安社 就生命的橋樑 就是那種... 那種... 像那種... 有家庭有問題的啦 還是失學的啦 做捐助 那他... 他有幾種做法 一個是捐錢 那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我們去做演講 做親手服務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嗯... 那不然這個... 這個我們就是... 因為我想說你... 你要接社長來講 要做一些項目 嗯... 那我在想說是不是能這樣做 那如果說是要... 做瑞安... 不是我們說瑞安社那邊去做捐... 捐贈的話 是看是... 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這點我就比較不清楚 那... 那... 這樣子... 對... 這樣子我還是把你指進捐款 做列項 就是你... 然後做部分 然後... 我們先編進去 那今年我們一定要把它做一個服務項目嘛 那服務項目的部分 我... 我這邊來... 先找一個... 我們... 經費... 差不多剛好的 也不用支出太多的服務項目 那我們服務項目到時候還是要經過... 支出還經過理事會統一嘛 那我找好之後我們再把這筆錢 再修正這個預算表 你覺得怎麼樣 啊...可以啊...可以啊... 對對對... 那我先... 你如果覺得你要指定捐款 我就把你的一萬六... 的明目先編進去 指定這個... 上面用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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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做... 劍動人 對... 好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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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年我... 網站的部分 我會把他架起來啊... 那到時候今年我們有些活動項目 好... 我們每年就可以這樣子 去招募一些社友 然後活動上面 因為... 之前那個... Jetson 做的網站 我們很久沒回覆了 好... 那其實對社群現在也不是很好 所以今年我就有把網站的部分做起來 那這筆3600的部分 我這邊我第一年我就先 先用捐助的方式 就不跟社帳收了 包括Dominion的申請 那... 到時候第二... 下次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會把那個Dominion的名字 PO出來 讓大家看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如果OK的話我就去申請 社上面的網址 OK那大家還有什麼想法跟... 要問的嗎? 在收入的部分 OK沒有那我就先... 跟各位報告一下支出的部分 那支出的部分呢 我們今年在印刷費的部分 我們跟去年一樣也沒有太大的支出 就是... 就是以300塊為一個單位一個月 所以我們的印刷費支出大概是3600台幣 那電話費... 直密電話費990 這個也都沒有變 然後呢我們每個月呢 因為社辦的地址租用 要分擔1000塊台幣 所以我們目前的那一個... 的分擔金大概就是12000 在每個月1000塊的社辦的租用部分 那以目前我們活動交通費用 我們是編列4000塊台幣 然後再來跟去年是一樣的 那再來就是論的會議系統 因為去年編5000 所以今年呢我們每個人的分擔 一個...一年總共就是3840塊台幣 所以我們在... 今年的整個支出... 整個辦事費用的支出來講 就是所謂...就是大概37428塊 這是...我們辦公室基本的支出費用 那人事費用呢... 比照去年... 那以... 薪水一個月3萬塊 然後加班費524... 24個單位 就是一個月兩次 然後再加上... 去年也有編列... 殖民的實體例會的誤三費 1200 再加上活動的加班費 跟比照去年 所以我們在人員的人事費用來講的話 是378000塊台幣 好這是一整年的人事費用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那個... 我們現在... 呃... OK... 那另外一個... 我們福人行政的費用... 比照去年... 我們有租獎人... 所以我們編列的12個月... 一個人... 一個月是2000塊... 兩次... 所以我們... 總共今年... 編... 租獎人的車馬費... 總共是48000塊台幣... 然後... 再來我們的福人知識... 就是我們... CTTS啊... DRFS啊... 我們也是比到去年... 我們先編列... 24000塊台幣... 的預算... 然後呢... 我們的年會準備金... 我們會收到我這一屆之後... 就會停止了... 所以我們... 一樣今年也會支出... 國際年會的準備金... 14000塊台幣... 這是我們在... 應該是在... 就是Kevin... 對...Kevin你那一屆的時候... 國際年會在台北嘛...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分擔... 你明年的國際年會的準備金... 14000... 收到今年... 然後在服務計畫的部分... 我跟各位大概講一下... 地區的部分... DDF... 那我們總監設這次是... 雙溪... 所以我們一樣... 提照去年... 我們要負擔... 美金1000塊... 地區的指定用途基金... 那就是3萬2... 那今年是由... 雙溪這邊做主辦... 那因為他們的服務計畫還沒有定... 所以我們就... 編列在分區的DDF... 的計畫... 美金1000... 那我們會有一個... 周美的校園繁獨園遊會... 這也是4個社聯合分擔... 所以這個編列的5000塊... 台幣... 然後再來... 地區長照計畫... 因為這次我們... 呃... 有個... 岳川社... 岳川社的部分... 我們4個社也是有做共同分擔計畫... 然後... 所以也編列了25000塊... 台幣... 那我們自己設的部分好的計畫... 就第一個... 就蒼蠅的腿毛... 那蒼蠅的腿毛... 這次我們有把它放在... 我們聯合的分區活動... 這次聯合的分區活動呢... 我是讓... 駿這邊做社區的熱林... 聯合服務計畫... 所以我們把蒼蠅的腿毛... 的部分... 列在我們自己社裡面的計畫... 那明天我去大城國小... 跟駿去拜訪大城國小校長... 今年的蒼蠅的腿毛就會辦在... 三峽跟他們一起做服務... 好... 所以今年的蒼蠅的腿毛... 我是編列了1萬塊... 台幣的預算... 好... 那再來就是一個... 翻轉教育基金的部分... 那這個我跟各位... 報告一下... 翻轉教育基金是這樣子... 呃... 我有認識一些高中的老師... 他們其實蠻熱心的... 去做了一個所謂的... 呃... 免費的教學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他們平常就像我們一樣... 會把他們的教學的內容... 放在YouTube幣上面... 那我是覺得他們... 的這個計畫還蠻感人的... 因為他們也會... 呃... 讓一些比較偏鄉的... 或者是比較... 沒有辦法補習的人... 好... 來做一個教學... 所以這次我有跟俊提... 我是說那我們是不是... 也可以編列了1萬塊台幣... 然後來... 來當做一個獎學金... 好... 啊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以... 去那邊來... 來幫我做個計畫... 以他們那邊... 呃... 那種... 呃... 偏鄉部落... 比如他講三陰部落... 或者是比較偏鄉的部落... 來鼓勵學生... 去做一個... 一個學習... 好... 然後呢...如果說... 比如說我舉例... 他們可能在... 學習這邊呢... 可能... 呃... 學習有成績有進步... 或者是... 在段考前面... 有... 有很大的成績... 或者是第一名... 那我們可能就用... 講學金的方式來... 支助他們...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請... 他們那些高中老師... 好... 來... 協助我們... 那怎麼樣把這個的計畫... 讓他們這些的... 教學的評量部分...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表現或呈現... 所以我今年先... 我覺得說這個可以鼓勵學生... 去... 鼓勵學生去做學習... 那我們也是以偏鄉的... 學校為補助... 而不是以一般... 那種城市啊... 或者是比較... 有資源的學校做... 做... 做... 怎麼講... 做服務... 那再營興的... 從... 就比照我們去年的... 部分呢... 我也先編了一萬塊... 一萬塊的部分... 這比照去年... 那... 建動人的關懷計畫... 好... 就聯合我們現在... Marcos跟... 就是不捐了一千五百塊美金... 所以我... 今年就編了... 六萬塊台幣... 好... 先...先編六萬塊台幣... 做建動人的關懷計畫這樣子... 那再去分... 就是我們現在... 我準備跟俊做的... 那個聯合的服務計畫的部分... 那因為這是一個... 蠻大的三峽社區... 那其實這次我有跟... 我那天... 我昨天有跟AG... Tony這邊... 有討論過了... 那我可能會請他們... 其他三個... 三個社幫忙... 來跟我們一起做服務... 那經費的部分呢... 到時候他們... 看是要出人... 還是要出錢... 好... 這部分呢... 我有... 提到分區的計畫... 那部分... 這個部分我會再跟... 跟AG這邊... 來做個討論... 那這次俊... 有跟我提... 這次分區聯合的服務計畫呢... 也會結合他們三峽... 當地的一些資源... 譬如說北大策進會的... 那也許也會結合當地的福倫社... 好...這部分我會跟俊... 把計畫拟出來... 然後到時候再跟各位... 做討論... 所以這個... 今年的... 熱領服務計畫的預算... 為編了兩萬塊台幣...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先報告到這裡... 看這位... 各位... 這個對於服務計畫的... 經費有沒有什麼想法... 以前那個... 昌寧的腿毛... 以前做過的學校... 有考慮在做嗎? 基本上是不超過三年啦... 哦... 了解了解... 嗯... 那我今年... 我有請俊... 去... 去三峽幫我找... 因為我... 他們... 他今年是服務計畫主委嘛... 然後呢... 他幫我找一個那邊... 呃... 教學比較貧乏的... 齁... 然後那邊他也比較好聯絡... 所以這部分我請俊幫我找學校... 那... 大成國小就是一個... 其中我們明天要拜訪的校長... 嘿... OK... 嘿... 那這個劍動人齁... 劍動人... 我有跟AG提的... 所以劍動人呢... 我會... 去... 我... 我會這樣朝兩個方向啦齁... 我會請人幫我找劍動人的協會... 我去諮詢一下他們有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好...那當然我們一定要先看... 他們需要什麼... 我們再來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做計畫嘛... 那第二個呢... 我會找首都社的... 的... 前任社長或J任社長... 那問問看他們在於那個... 劍動人的部分他們... 之前是怎麼做計畫服務的... 那我覺得我們把這個東西... 先討論出一個方向... 好...那我們... 到時候呢這邊就可以去實施... 對啊... 因為我們這劍動人預算也蠻高的啦... 是我們所有裡面的預算最高的... 六萬塊台幣因為... 你們就四萬多了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比較... 更完善一點啦... 欸... 那個Marcus那個朋友... 他是他老婆... 劍動人嘛... 對... 也跟他聯繫一下... 了解一下... 那個... 他那邊的需求啊... 可以啊... 那Marcus你再試耐給我啊... 對啊... 我... 我來聯繫他們... 我過去... 問看看... 好... OK... 他其他部分... 社友還沒有什麼想法... 還是有什麼預算要調的... Robert我這邊有一個想法... 嘿... 就是說... 呃... 你剛剛講說三年... 那穿你的腿毛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找新的... 國校更需要邊鄉的那個部分... 對... 那... David原本在這一屆... 他提出的銀杏的種子嘛... 對不對... 對... 那... 我會認為說... 其實... 每一個學校的建立跟關係... 都有一點得來不易啦... 都是關係... 那維繫... 跟之前的... 辦的活動的互動... 也許不錯... 人家他願意再有... 持續的... 情形... 嗯... 那... 是不是說... 比如說你現在我們把... 今年度... 你把那個... 他們的腿毛... 等於說要轉移... 其他的... 更需要的單位來講... 那... 也許在銀杏... 的種子這部分... 要做發想的部分... 就比較偏向原本... 舊屬... 有在跟我們來往的這些學校... 是... 那... 那... 可能我覺得這樣子的... 延續性會來的會比較... 好... 也可以啊... 然後也會斷掉那樣的...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就等於說... 比如說基隆... 我們這兩個學校... 我們要找他們的... 校長嘛... 那是不是來辦個... 銀杏的種子的計畫... 那... 其實這次啊... 我會辦這麼多... 計畫... 的... 目的... 是想讓每個社友... 起碼都能出來... 做服務啦... 所以我當初會有做... 銀杏的種子... 對... 就等於說... 我安排各位出來演講啊... 或來這邊... 其實我有個想法... 因為我們預算... 如果一萬塊... 因為這是沒有分區的部分嘛... 就是我們自己辦... 所以呢... 我們也許... 經費如果夠... 辦個兩次... 也許... 也有機會... 好... 那或者銀杏的種子... 要一起做... 所以我們把這... 分兩個學校... 各一萬塊... 這個部分也OK啦... 對啊... 我也覺得是可以啊...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那個... 這一次的... 財務壓力... 比較大的在哪裡啊... 對於... 你的感覺... 比較大就是社友啊... 不能流失啊... 要增加... 對啊... 所以... 所以為什麼我會... 拜訪各位社友啦... 既然說了我的東西... 就不要落跑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嘛... 那第二個啦... 我其實今年... 我今年除了... 就是讓大家有個參與感啦... 所以我昨天... Fish沒有在攤位... 我只有跟AG提啦... 就是扶輪日的部分... 我... 提議在Fish的那個... 那邊做啦... 那AG... 基本上支持啦... 所以我... 我這次其實就是讓... 讓大家... 每個人... 都有能... 被服務到... 或者是去做服務的意思啊... 好... 然後這次因為我們社區... 這次地區有辦... 9-8嘛... 所以我跟June的... 想法是說... 那我們在社區辦活動的時候... 可以讓各位社友在那邊... 呃... 社攤或者是... 讓自己的公司... 在那邊有... 有個發想... 然後還是說... 我們在地區上面... 比較能曝光... 那我的做法是... 讓每個社友... 起碼讓地區認識你啦... 因為David這次他是... 資訊的副主委嘛...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 職業或者是專長... 到時候Cera這邊會見... 一個9-8... 所以... 大家做比較好做生意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也想辦法把社帶出去啦... 起碼大家... 那... 在地區的人脈... 還是說我們社友上面有什麼專長... 那可以利用社友的專長... 來... 第一個是幫自己的公司... 打打知名度嘛... 讓各位... 看能不能有機會做到生意... 認識人脈... 那第二個... 財務支出... 都... 基本上都是... 缺口大概就是十幾萬左右啦... David這件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 不用去增加社費... 就是想辦法不用增加社費... 就是增員而已... 所以這次呢... 我有拜訪每個社友... 當然就是社友關懷嘛... 那第一個就是... 大家還是想辦法... 介紹一兩個... 好...然後介紹一兩個呢... 我... 我可能到時候我會去拜訪... 我們潛在的社友... 然後呢... 如果... 如果大家還有時間... 像Sean啊... 如果能... 沒關係... 反正你吃飯前我出嘛... 然後... 大家來想辦法把社友找進來... 所以我今年的目標啦... 我們有14個人吧... 對不對... 起碼今年看能不能成到20個人... 以上... 那我們起碼在明年的預算... 還有Kevin... 在做的時候... 讓... 社比較健全啦... 所以這是我目前... 收社費的上面的壓力啦... 那至於說我們... 每年的服務計劃都一定會有剩... 我們只要把計劃做得好... 然後經費有剩餘的話來講... 基本上我認為服務計劃... 要支出到17萬的部分應該不多啦... 對... 那個... 我們... 離開的社員那個誰啊... 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 多關心了解他們的狀況吧... 對啊... 我覺得... 他們如果說狀況已經有改善的話... 是不是... 我覺得... 不請他們回來會比較快... 而且... 比較... 嗯... 像那個誰好像是已經... 有去... 上班了嘛... 工作了... 對... 對啊... 我覺得那個都是... 都是... 都是... 滿... 滿...那個人... 如果說...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 離開的大部分都... 對... Nina... 那... 我是覺得我們... 對於離開的那個社員的關心的狀況... 應該是... 應該是... 還是要持續啦... 嗯... 然後... 經濟上有改善的話... 就是可以... 可以回來這樣子... 我覺得... 應該這樣會... 比較... 就是... 比較... 就是... 比較快吧... 比較... 也不是比較快啦... 也就是說... 以... 以我們社來做人來講的話... 各方面我覺得... 不是說離開的就... 就那個嘛... 嗯...當然啦... 對啊... 曾經來過... 所以... 嗯... 沒錯啊... 所以這次... 我有... 我... 其實我... 我... 我禮物有多準備啦... 我...我目前是鎖定三個啦... 就... San啦... 就是... Shan的朋友啦... 我會施耐他... 問他... 最近怎麼樣... 然後... 然後... Nina... 我有跟他提啦... Nina是說... 他如果有活動會回來... 可是...Nina又懷孕了... 宣... 宣現在在線上... 不是宣啦... San啦... 宇軒啦... 黃宇軒啦... San啦... 黃宇翔啦... San啦... 不是軒啦... San啦... 他後來改名叫Fortune啦... 對...Fortune... 他... 我是覺得他應該... 因為他現在是... 防重嘛... 對不對... 我看FB上面... 他現在是防重嘛... 對... 我... 我覺得他有機會啦... 然後... Nina... Nina... 我是認為這一屆應該... 比較難... 因為他又懷孕了... 可是我覺得... 我們請他來做服務... Nina有跟我說OK啦... 我是覺得我們先把... 先把活動辦起來啦... 那至於說你要不要讓他... 這一屆再回來... 回來... 我是覺得我們就是... 水到渠成啦... 我的意思... 因為Daily爾... 當初Daily爾... 離開的問題也是啦... 因為... 時間無法配合嘛... 然後還有經濟的壓力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 像這區地區的社區... 活動服務啊... 或者是社慶啊... 我可以試一下... 拜託他們來參加... 做個服務... 那至於說要不要重新回來入社... 我是覺得就看... 你如果讓他們感動... 我覺得他們就會回來啦... 我的想法是這樣... 其實應該還是經濟壓力的問題... 沒錯... 沒錯... 黃宇翔你就找那個嘛... 找Sean啊... 對啊...我知道... 對啊... 因為... 我看他在... 在我們的大群還蠻活絡的... 我認為有機會啦... 對啊... 我有跟他聊過啦... 嗯... 可是... 可能時候還未到吧... 沒錯... 你再親自... 跟他談談看... 對... 我是覺得我們不用給他們壓力說... 你要再回來啦... 就是... 譬如說我們人手如果有缺... 請他們回來幫忙... 我認為OK啦... 我們先用這樣子的模式啦... 也不要造成他們太大的壓力啦... 對啊... 其實... 其實Kamela也是啦... Kamela也是... 也是... 也是經濟壓力啦... 對... 對... Kamela... 我那天我有... 我有在FB耐他啦... 我說呢... 如果我們這次社區的活動... 有要拍照的... 攝影的... 我也會找他來幫忙啦... 私底下... 還是說他如果什麼樣的費用... 我們... 是不是我們就少一點... 還是怎麼樣... 這我會找他... 我當初也有想到他... 所以我之前在FB... 我有耐給他... 我說我們... 今年的服務計畫比較多吧... 好...然後呢... 我說你能不能來幫忙一下... 他OK啦... 所以我認為... 我們這幾個應該都會有機會啦... 然後這次... 如果我要去深圳... 我是覺得Eason... 比較那個啦... 所以我去找Eason聊聊啦... 看他這邊... 有沒有需要... 生意上有沒有什麼需要的... 還是怎麼樣... 因為... 呃... 他有點... 危險... 啊... 會嗎... 嗯... 所以... 喔... 這個也是找Shan啊... 哈哈哈...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還好耶... 不過你... 還好耶... 對... 對... 我跟他約啦... 你跟他的那個互動啊... 多... 就是... 再多一點... Vchat裡面多聊啦... 對啊... 不過他也忙啦... 嗯... 因為越南那邊拓點喔... 剛開始... 幾年都會比較忙... 嗯... 其實... 要錢啦... 呵呵呵... 所以我說... 那你再跟他聊聊看... 對對對... 我去深圳的時候... 其實我是這樣子啦... 呃... 其實我很了解為什麼他會覺得... 想要退... 其實... 其實... 我們講一個現實一點的啦... 他不知道繳了錢要幹嘛... 呵呵呵...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想說... 我們還是... 還是想個辦法... 比如說幫他... 就像這次阿布拉... 好...我們去找他... 那當然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需要關懷的... 他不一定要人來上線啦... 起碼... 他能留住... 嘿... 那你至於說... 如果大家工作比較忙... 好... 是說有什麼東西... 沒辦法參加的... 我認為... 我們就不要強迫... 可是呢... 也... 起碼讓他覺得說... 我們... 有真的在關心他們... 然後呢... 如果他們真的有空閒的... 然後他們能... 能出個例... 還是說怎麼樣的... 那... 或者醫生我跟他聊聊嘛... 如果說我們現在... 國外的服務真的有什麼需要他的... 我認為... 他也很熱心啦... 只是他會覺得說... 啊... 我現在好像... 也就在外面... 然後... 時間一到就討錢... 然後自己也不知道幹嘛... 我... 我覺得... 要是我... 我也會有這種想法啦... 欸...難怪他會提...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次我如果有繞去深圳... 我會失約跟他好好聊聊... 欸... 我想到了... 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國際服務還沒有嘛... 是不是... 沒有... 他... 越南那邊看有沒有... 這麼... 需要啊... 可以啊... 對啊... 嗯... 其實... 其實我們參加... 交錢... 其實... 就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 就是一群感覺不錯的朋友... 嗯... 然後就是說... 呃... 大家都在... 就是說... 其實角落前也沒有... 你有... 真的說... 有...有幹嘛嗎... 其實也沒幹嘛... 沒幹嘛... 對不對... 就是三出嘛... 那就是說... 就是在付出這樣... 對啊... 所以... 確實也是... 角這個錢... 其實... 就是這樣子啊... 嗯... 那... 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他... 越南那邊時間多... 那邊忙的話... 其實... 那邊如果有... 他有覺得可以... 的那個對象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來做啊...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就是我去找他的原因啊... 對...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就是... 其實角這個錢也是都出來... 我們也是... 出錢幫忙人家... 出錢... 出時間... 所以... 最後也是都是... 就是服務大眾嘛... 回饋... 回饋這個社會啦... 嗯... 那... 如果在越南的那邊... 多的話... 神人生意上... 我們大概當然是... 有什麼機會...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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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人還算少... 然後就是說... 畢竟他也在國外... 就是... 真正的受益... 跟接觸到的東西... 其實... 付出是比較多啦... 嗯... 那... 我是覺得說... 就是說... 呃... 剛好... 我們這次國際服務... 因為... Marco是有跟我講... 但是我發現我們這邊的那個... 學校基本上是... 是... 是... 不需要... 有點... 就是... 太好了啦... 所以我們這邊... 大概找不到... 就是說那種... 偏鄉學校需要幫助的... 所以... 可能... 就是說... 那... Siena Marcos 也是低調嘛... 嗯哼...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你可以跟那個吧... 跟Eason講... 談談談談談嘛... 剛剛那邊有沒有... 覺得說可以... 可以幫助的對象... 這樣... 可以啊... 這樣... 他才能夠感受到... 就是說... 參加阿富人社的意義是什麼... 嗯... 我是覺得... 我們就是... 一群不錯的人... 然後就是... 要好玩啦... 嗯... 我覺得好玩也... 也蠻重要的啦... 嗯... 我們那個... 就是... 那個... 應該是蠻好玩的... 你像那個... 就是要好玩啦... 對啊... 我覺得我們還不夠那個... 沐欣好玩喔... 應該要... 要跟沐欣來學習... 哈哈哈... 他好像很會玩... 我們應該要玩起來才對... 哦... 他們那... 一人如果說要... 有跳舞的節目... 都擺出時間來... 來... 是喔... 對啊... 嗯... 真的都... 大家都... 花蠻多時間在社團上... 這個喔... 這個那一天... 我聽到我們的... 現任社長... 我們David的一種看法... 我也覺得不錯啦... 嗯... 只要來給大家聽聽看... 嗯... 我們看到那個... 沐欣的那一場... 對不對... 嗯... 我們就說... 自探不如... 嗯... 自探不如... 所以呢... 我們要走出我們的牆... 嗯... 嗯... 所以... 那天我們大概稍微再聊一下... 因為真的... 我們那個... 好像AG Jackie的那個... 光那個... 一出來的那個... 他那個... 屏幕喔... 嗯... 你看那個細緻度跟那個... 那真的是做得有水準... 嗯... 那... 其實我們這樣辦... 比較屬於像小眾的... 那種... 嗯... 就好像說... 當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到處都是成品的時候... 有的時候... 也許那種歷史... 在那種... 比如說那個... 英國的是這個... 塞納河... 還是什麼河畔... 那個小書店... 永久不倒那種... 對... 那個味道... 對... 所以... 我們那天大概聊一下說... 我們方向... 如果要跟每一個設這樣子... 比如說... 辦... 辦很大桌... 找很多姊妹設... 或是什麼樣子... 到目前為止... 我們設都不大足... 嗯... 那我們目前能做的是什麼... 把它發揮到最漂亮的狀況... 那就是說... 真的活... 像你今年活動... 辦多的時候... 嗯... 那... 怎麼樣在... 就是我們在做... 啊... 招募的那個... 那個時間點... 或是在做... 色情的那個時間點... 我們... 一般都是做主角的嘛... 對不對... 嗯... 我們好幾些都是做主角的... 然後他說... 怎麼樣讓那一些... 那些... 螢幕上面的影像跟什麼... 更容易讓人家產生共鳴... 溫馨共鳴... 我們就不是從那種... 亮膩美麗漂亮跳舞... 然後... 沒有啦... 其實... 其實這個齁... 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我們的... 攝影的部分... 就是說... 每個人的那個... 拍攝的部分... 這個其實如果說... 大家能夠多拍的話... 多留一些畫面回來的話... 我這邊是都能做... 嗯... 瞭解嗎... 那個...那個的部分的行銷是很重要... 也很... 這樣... 等比利比較好空... 我可能就跟他... 我們就可能就是... 我們那個... 就開始用那個... Youtube Live... 就我們的活動或什麼... 我們就直接直播啦... 這樣子... 我到時候會跟比利研究看怎麼弄... 這樣子... 那... 就是說... 對... 就是說... 我覺得Kevin也很會拍啊... Kevin也很會拍... 我覺得... 可以就是說... 跟大家那個... 就是... 看怎麼自拍這些東西的...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 這個行銷蠻重要的啦... 所以... 我... 我提出來是說... 當然啦... 這是... 那一天我跟David... 的一些... 討論的... 想法... 那提出來給Robert... 聽一聽而已啦... 那當然你還是會有... 之後你還是會有... 有你的方向啦... 那我們是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去跟他們走... 各社區走那個方向喔... 可能我們... 到目前為止的... 能力跟我們規模是... 沒辦法走出... 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 我們那天聊到說... 欸... 潮比較溫馨... 比較感動... 比較感人... 然後比較有... 主講人比較有那種... 大主講人... 啊... 怎麼樣可以... 他們場地是一個... 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問題啦... 所以... 當天我們提到這些東西就是... 提出來就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因為他今天剛好不在嘛... 剛剛說到壞話這樣... 呵呵呵... 欸...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啦... Marcos回台灣好了... Marcos如果回台灣... 我們社就會變得很好... 沒錯... 你看他越野... 登山車... 音樂趴... 夜店趴... 哈哈... 哈哈... 斜槓... 我... 他叫斜槓... 哈哈... 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Marcos... 說... 說一個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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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建議... 哈哈... 我... 你... 你... 你上班... 你這個時候... 也是都... 老闆先告他... 他... 你... 你可以先告一下... 蛤... 不想... Marcos... 你... 你變了你知道嗎... Marcos... 你這個時間... 應該是在哪邊... 都是... 彈笑風生... 然後上班間... 還是... 還是吉他拿出來... 直接... 直接唱一首給我們聽這樣... 哈哈... 沒有... 我現在還在忙一個... 一個... 一個市政府的秘書來... 來旅遊嘛... 其實... Marcos... 要幫我們弄服務啦... 你要呢... 幫我們找美女入社啦... 這是... 你今年要幫我們做的... 找社友... 而且要找年輕的... 哈哈... 然後我們就可以吸引... 問題是我找來都是那種... 飯局妹... 你看... 都是來吃飯吃的... 哈哈... 哈哈... 那吃完飯吃完之後... 他們就沒下落了啊... 哈哈... 哈哈... 所以你們要... 多多找他們出來吃飯... 可能就比較有機會這樣... 嗯... 嗯... 前面... 前面... 前面飯店老闆娘啦... 然後什麼... 那七八糟捏... 捏女的... 我也忘記是誰了... 都是...也都是這幾年認識的... 比較多吧... 嗯... 要不然這樣子啊... 你把... 嗯... 把... 話明書列出來... 對對對... 我跟Kevin... 像啊... 我三個來... 對... 我三個來... 你三個來... 一個人... 應該去... 哈哈... 好辛苦... 我這邊就還有一攤啊... 還沒...還沒那個啊... 我還沒對... 還沒兌現啊... 嗯... 跟Jim講嘛... 就是說... 看到... 到哪邊要... 要... 要請... 我那天要請大家吃飯啊... 嗯...嗯...嗯... 對啊... 那一天就可以... 找一些... 找一些人來啊... 對不對... 嗯... 那個烏魚姊妹啊...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洪勘老闆娘啊... 洪勘啊... 對啊... 嗯... 所以我們... 荒謬策列出來... 我們... 給Kevin啊... Sean啊... 福利啊... 對啊... 我們一起去找啊... 對啊... 其實我說實在的... 他們... 有錢的出錢啊... 有力的出力啦... 對啊... 最主要是我們要能Balance啊... 對啊... 那你把... 其實我們把齁...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啊... 我們這幾年... 這幾個社長... 比如說夏居Kevin啊... Doctor啊... 我們一定要把那個人數找進來... 然後把服務正常化... 你之後... 你之後就穩了... 因為我說實在... 我們現在如果沒有把人找進來... 好... 然後呢... 我們也許活動沒有那麼多錢... 其實就像... 就像... 薛澤虎講的... 對...我找人來攝影... 然後... 今年我會加網站嘛... 對不對... 我們就... 去多去曝光... 我認為... 今年找幾個... 咖進來... 或找年輕的... 我覺得OK啦... 你說今年如果我們... 能增加到20個左右... 你... 你... 攝就穩了嘛... 最主要是不要再跑了... 對啊... 對啊...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我之前有請... BD幫忙問一下就是說... 他們那個... 呃... Jacky他們找的那個... 攝影師畫的... 預算是多少錢... 那如果說... 就是說... 其實... 我是覺得... 如果說... 我們有些什麼... 當然我們目前沒有錢... 如果我們有錢... 可以編一些... 攝影的預算的話... 那... 我覺得... 就是... 像CAMARA... 他可能... 我覺得... 可能... 再回來的可能性也蠻高的... 我覺得... 嗯... 畢竟有案子可以做... 其實... 其實... 就是說... 每個人... 參加普輪社... 都有... 都... 原因... 各方面都有可能啦... 嗯... 那... 想進來做生意的... 也是有啦... 我是覺得說... 欸... 雖然... 就是說... 這個... 不是我們... 提供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就是... 不是... 就是說... 不是主要的啦... 那... 我是覺得... 這個也是... 其實很多人進來... 就是... 已經因為想說... 看有沒有生意的一個... 那... 我是覺得說... 這個... 當然不是... 我們的主軸啦...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 維持社員跟那個... 跟那個... 穩定... 就是... 增加社員跟穩定社員的一個...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一個... 我在做生意齁... 我其實... 我像... 因為今年... 有些人的名片... 想要再反面... 印自己的公司... 其實... 我不反對... 我說實在... 我不反對... 我是覺得... 就開放... 想印的就印... 然後呢... 然後到時候... 直面這邊可以統一... 就比如說... 好... 如果他覺得... 背面... 他想印就印... 然後這次... CELLA在PACE也有講... 它其實不是鼓勵... 我們做生意... 我是覺得說... 我們把它廣大化... 就是人脈的拓展啦... 比如說... 他這次... 有成立一個... 他把所有... 分區... 地區社上面... 每個人的職業... 跟他的專長... 放上去... 我是認為... 我們只要把服務做大... 那... 設有這些人脈資源... 你可以讓他們用... 至於說... 做生意的部分... 是在於個人啦...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你讓他有個平台... 至於... 大家怎麼發揮... 做生意... 他們自然而然... 就會拿這個平台去做... 那... 如果他覺得他不想做... 那... 那也無妨... 因為... 我們... 不強求嘛... 欸... 我另外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不是社員... 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 那個... 網路例會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對啊... 啊...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加強... 我覺得我們就是說... 已經離開了社員... 可以... 可以...就是說...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覺得也可以啊... 他以來就... 我們在幹嘛... 然後... 雖然只是說... 只是說... 沒有... 不是社員... 沒有假設費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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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應該是... 我們應該可以積極去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 可以啊... 比如說我... 我私底下... 可以啊... 爹里兒啊... 或者說... 對對對... 馬克斯... 你只好幾個辣妹進來... 哇... 就很多人... 這樣... 不掉入社啊... 哈哈... 但是辣妹... 都在炒氣氛而已... 就對了是不是... 你OK啊... 為什麼... 我每次... 我每次回去... 就是... 阿夫阿華就來伴舞啊... 我跟你講... 馬克斯... 你九月回來... 我們辦個十里利會... 你把妹都找來... 哇... 就吸引潛在社員... 我把... 你都找來... 對對對...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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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那個就是... 我又身邊回來... 哈哈... 今天... 那... Jodaf你要回去開會嗎... 台商會... 嗯... 沒有... 我可能六月... 巴拉圭我會去耶... 巴拉圭我不去... 因為巴拉圭我還在抓魚... 我有跟班長... 說了... 我那個... 現在這種... 大會人多的地方... 我都不去... 哈哈哈... 對啊... 對啊... 那... 那個... 我應該會去啦... 我已經報名了啦... 嗯... 然後就是說... 巴拉圭的那個... 呃... 那個誰啊... 之前... 之前我們那個... 那個... 曹仙... 誰就那個年輕人... 嗯... 對對對... 我看看吧... 如果碰得到... 再跟他... 再跟他...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親戚就住在湖啦... 對啦... 跟他也蠻好的... ok...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看看嘛... 對... 如果有碰到的話... 再那個... 我覺得... 我覺得海外社友就是... 因為時差的問題... 常常在開會的時候... 齁... 我們就跟不上... 跟不上...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我常... 我們要出差... 開車幹什麼... 對啊... 你就沒有辦法開會... 這個... 這個時間算還好的... 台間晚上... 然後... 對啊... 澳洲就不可能... 只要搞那個半夜... 澳洲是半夜... 所以不可能啦... 所以就是... 只有我們跟歐洲有可能啦... 就是... 美洲這邊... 歐洲有可能啦... 澳洲那邊... 是剛好是在半夜... 所以不可能... 嗯... 等到澳洲跟台灣是同步的啊... 嗯... 沒有吧... 嗯... 他... 澳洲跟台灣差... 幾個小時而已啊... 三...四個小時吧... 是嗎... 但是他... 好像... 四個鐘頭吧... 四個鐘頭... 對啊... 好像是... 但是他現在都半夜了... 對啊...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我們這種... 對...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想說... 我們要如何... 發展成國際性的這樣子... 但是又因為時差的問題... 你開會就很難啊... 對... 我今天... 今天聽... 聽到一個朋友認識的... 認識一個是... 洪都拉斯... 姓唐的人... 也是都在大陸跟... 洪都拉斯跟台灣這樣走... 洪都拉斯... 對... 五六十歲... 五六十歲... 然後問Marco... 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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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有加入台商會... 有見過面的才記得啊... 才知道啊... 如果沒有加入台商會的話... 因為... 台商很多都很低調... 也不一定要加入你台商會啊... OK... 那就... 我說有熟的話... 我們就可以拉... 下禮拜... 下禮拜有一個人... 沒有... 那... 那些台商很多... 像我有一個同學... 在做那個... 這個特殊核酸膠... 就是做那種防水... 防水的... 所有的面板啊... 所有的那些... 他講誇張一點就是說... 他上到太空之後... 下到... 下到潛水井之後... 他的生產線都是他的成品啊... 然後他就做所有... 汽車零配件的... 內部塗料的特殊膠啊... 還有那個車子... 車頂裡面的那些膠水啊... 3M的啊... 什麼的... 然後做手機的封包啊... 也是需要封... 封起來要防水嘛... 他最近在... 聖保羅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又要到... 馬鬧子再去買一個房... 嗯... 然後我也想要拉他進來... 他是根本沒空啊... 他... 一年365天... 有300天... 200天在做飛機... 再到速飛... 他...更... 居不定鎖... 這種人... 都他抓不住啊... 有啊... 就射游就好了啊... Why not... 哈哈... 做射游... 射游... 嗯... 有機會的啊... 先鎖定就不要有機會了... 對啊... 那我有跟他談啦... 他是有興趣啦... 但是... 因為他...找他也很難... 然後他這兩天是在... 聖保羅... 我們這個沒有錄影嘛... 沒有錄音齁... 現在在錄啦... 到時候在... 現在還在... 我們先把會議結束啦... 後面再來... 好不好... 先把會議結束... 然後... 後面再來... 對啊... 因為在... 在開會的時候... 我都會講五四三的時候... 我都不太敢發言... 哈哈... 我都會歪樓... 因為... 因為其實喔... 我是覺得... 像... 我這次我有跟... 我年有跟Ryan提到... 我們如果... 我們... 從David啊... Sean啊... 還有Billy的活動... 哈哈... 我會... 那個... Joseph你就幫忙... 因為要剪輯嘛... 好... 我會請Ryan跟你講... 我們剪輯一個活動... 放在網站上面... 放在網站上面... 第二個呢... 我是... 我這次有請Ryan那邊... 我們這次要做個電子版的DM啦... 比較好... 漂亮一點的... 我們不用硬... 然後呢... 我是覺得我這次如果... 我大陸也認識一些台商... 還是Marco認識一些台商... 對不對... 你請朋友那邊去幫我們發一下... 也許台商的小朋友啊... 台商二代啊... 這都是我們可以做的... 去廣邀他們的... 那只是在於說... 我們的那個DM... 要做得比較好看一點... 就漂亮一點啦... 就等於說我們真的有在做... 是用服務來去請他們入社的... 這樣子啊... 其實你... 我覺得服務... 要服務請人來入社喔... 我覺得這個... 要有錢有錢... 正修的才有... 才有... 才有... 而且搞不好人家都已經在做了... 有可能... 那所以你看... Marco是... 先... 一半有錢的... 一半做服務的... 哈哈哈... 我覺得... 很重要啦... 我覺得... 我覺得... 對啦... 對啦... 好玩重要啦... 對啦... 還是一個正面記憶啦... 嗯... Rober你... 你還有什麼要... 要做那個... 表決的部分的... 沒了... 沒了... 沒了齁... 結束了... 反正... 對我們... 對... 我們的預算沒有... 沒有表決... OK嗎... 我們預算... 我報完了... 我們還沒有通過... 等一下... 我忘記了... 我預算還有什麼樣的疑問... 沒有疑問... 就先通過... 我通過... 我就... 就報啊... 因為那個Sera要開會啦... 有沒有更改的... 我是覺得... 看不清楚耶... 是不是先讓... 是不是我們後面再來... 就是... line... line來表決啊... 那先把那個... 清楚的傳給我們... 仔細看...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啊... 那我請那個Line... 我請Line把它轉PDF啦... 然後... 我們就補... 補在那個Line上面... 做一個那個連結... 對我們是不是... 而且David今天也沒有... 沒有上線嘛... 也對... OK啊... 好啊... 可以啊... 好啊... 那我們... 要不要先結束... 對啊... 對啊... 我就先結束吧... 看大家的意思... 我這邊沒有理事同意... 各位有嗎...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OK... 我... 對... 記得齁... 大家4月10日後一定要出行齁... 一定要喔... 尤其是主委... 嘿... 因為那天... 那天很重要... 這樣... 啊... DOT我不曉得那天你有沒有開刀... 如果那天你沒有開刀... 就竟然能到... 這樣子... 因為那天是這樣子... GIN一定要到... Kevin一定要到... 就是你是下界的社當嗎... 然後秘書... DOT你是秘書... 那Morris... GIN... 這個都... 基本上主委都要到... 那... 當然海外的... 海外的部分... 我們當然就不用啦... 起碼... 幾個大主委... 欸... 那天SERA的總見會審會... 一定要到... OK... 我就包包到這裡... 我沒有什麼... 那個議題... 我也沒有... OK... 那我們在這邊就宣佈三位囉... 對啊... 好... 謝謝... 謝謝... 嗯... 好啦...各位... 找社友啦... 今天是他們家來聊吧... 對啊... 不用敲啦... 不用敲啦... 不用... 不用...謝謝... 那個... 1920的... 第一次的理事會啦... 對...預備理事會啦... 啊...各位趕快找辣妹啦... Marcos 快點啦... 悶太久了... 大家悶太久了... 找一些福音... 呵呵...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要... 找出就是說... 我們社... 我們要去分析... 我們要去瞭解... 我們現在... 我們社分... 我們吸引人的原因是什麼... 那要怎麼樣去吸引人... 這個蠻重要的... 我覺得生意是一個部分啦... 我覺得這部分應該才是... 就是... 不明的... 因為... 因為福人社基本上是... 是... 沒有說... 你是來做生意的啦... 嗯... 那當然... 那你今天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 當然做服務做這個部分... 做這個部分是... 我們是一個正面的社... 這也是吸引人的一部分... 但是... 畢竟不是很強烈嘛... 對不對... 好玩也蠻重要的啊... 好玩... 那就是我們社的好玩在哪裡... 我覺得... 我覺得... 也是那個... 我覺得以前是... 就是那個主獎人... 那我覺得很有趣啦...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都會來... 來...那個... 來參加一下... 然後看... 今天有什麼厲害的人來講什麼...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是... 是... 蠻重要的... 然後... 那個主獎人... 主獎人... 我插話... 主獎人... 我有... 去球員的... 那天A區開會的時候... 我有請他們幫忙... 我們現在找主獎人... 其實不是預算的問題... 是... 觀感的問題... 每次我們私體立會... 小貓就三隻... 四隻... 我說實在的... 我也不太好邀請啦... 因為... 太少... 然後之前呢... 那個私體立會... 我有找木星的Ben... 就是我們這一屆... 的同學幫忙... 他... 然後... 要不要去... 跟他們移動立會到木星... 去提給你講... 呃... 我覺得... 人家不一定要啦... 因為木星人這麼多... 我們好像有點在... 為人所難... 你知道... 因為我們小貓只有幾隻... 你說偶爾一兩次... 好... 就兩個合半... 一兩次OK... 可是每次你說要... 跟人家在那邊... 趁飯吃這個... 也有點難... 那... 那... 主獎人的部分... 我有去球員啦... 我有請那個... A區那邊幫忙... 或者請地區開些名單... 可是呢... 一個我們... 我們... 我們... 不容易找... 那基本上... 如果我們找自己朋友... 認識的... 社友... 那當然OK... 或者是找... 其他地區的服人社友... 那個也OK... 那基本上... 不是預算的問題... 是... 是真的... 我們要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 那... 那當然就是... 比如說... 可能Doctor這邊... 看有沒有別科的醫生... 還是你同學... 還是... 還是Morris... 希望有任何的朋友... 我們都可以列入考慮... 對啊... 那... 我有去... 請AG幫忙... 幫我們開幾個名單啦... 這樣子... 以前... 呃... 當然實體... 但是... 你看... 我其實參加不了實體立會... 齁... 那自己的... 其實是主獎人的特質... 對... 那他在主獎人講的東西... 我卻覺得... 欸... 有意思喔... 他這些東西是... 有意思喔... 然後就是說... 所以... 我每個禮拜三都很期待... 就是說... 今天... 有什麼很厲害的主獎人... 來講些什麼... 很有趣的... 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這裡... 是...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這裡... 然後... 所以我就說... 嗯... 以前很多很... 那個... 很厲害的人都是Dalia找的... 嗯... 就覺得... 你也可以找一下Dalia... 看有沒有什麼... 因為... 因為你實體... 但是你怎麼樣才能夠吸引人家近... 沒錯... Rober... 我跟妳講齁... 那... 那個Joseph也聽... 我剛好... 有想過這個問題喔... 嗯... 我覺得重點不在實體不實體... 也不在我們現場人多不多... 嗯... 你知道嗎... 我一直在想最近的這種形態... 嗯... 實務上喔... 如果說我們的直播喔... 我是說... 如果我們FB啊... 我們的開會是直播的方式來講... 嗯... 如果說我們一上線直播有500人的話... 你在看這個主獎人會不會想來講... 如果他是因為人... 對... 他的... 聽眾來講... 嗯... 我一直在想我們的問... 就是說... 怎麼樣人會想來聽主獎... 怎麼樣吸引... 其他社的人來講... 說我們的重點到底在哪裡... 嗯... 後來想說... 奇怪啊... 人家現在為什麼那個社會想... 想說去看那個粉絲看什麼... 那就是... 就是因為知道他人多嘛... 啊...想講的人也想去... 然後... 不想講的也想去看嘛...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 比較麻煩的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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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說... 喔...海外社友... 結果也是兩三位... 如果說... 噼哩啪啪... 我這邊沒有錄影喔... 我沒有辦法做... 一上線... 一看是一百兩百個人的時候... 喔...我們有一兩百個人... 那每一個人是主獎人... 也講得很開心... 那個... 那個誰喔... 那KV我講得太好了啦... 我猜一下話啦... 這個就是... 其實喔... 我們上次找的那個師弟立會的主獎人... 是很厲害的主獎人... 你知道嗎? 山陽對不對? 對對對... 他其實很有名... 是啊... 是啊... 我知道啊...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我後來跟David在提議在講說... 要做YouTube Live 或者是Facebook Live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卡在幾個地方... 一個是拍攝問題...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現場沒有... 就是... 專業的拍攝的人... 的人... 人才啦...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 很希望把CAMELA再找回來... 這交給我了... 這交給我了... 因為這個... 他那個整個拍攝的品質... 才會... 高啦... 然後就是說... 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想要做YouTube Live... 跟那個Facebook Live... 就是因為我們主獎人很厲害啊... 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Live啊... 我們只能... 裝... 然後在那邊... 在那邊... 那論的... 效果又不好... 了解嗎... 那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主獎人... 我們那個很... 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 但是我們沒辦法... 把我們那個... 現場的那個... 他的那個講得很精彩的... 收音啊... 畫質的東西... 沒辦法弄得很好... 我這邊剪接... 再厲害沒有用... 你了解嗎... 照理說這個主獎人... 我... 一個是直播... 直播可以... 剛才你說那個效果... 直播可以... 直播可以把這個... 這個...這個... 效果... 做出來... 很多人要上線直播... 我跟你講他... 現場沒幾個人他也無所謂... 他知道網路直播很多人在看就好... 那其實我們... 我們就是... 其實有點卡住了... 就是說... 預算沒有... 沒辦法邊攝影預算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 對不對... 就是說... 那你就沒辦法... 就是說... 拍得很好... 沒辦法呈現一個很好的品質... 這樣... 那當然... 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 我們只能自己... 想辦法解決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部分... 那個... 直播的問題喔... 我問一下喔... 是... 直播... 第一個直播要有串流嘛... 所以... 我們第一個流量要... 要足夠嘛... 對... 不管你在哪個... 實體立會還是網路立會... 這是一個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 那個主獎人的方式... 如果你在網路立會... 你說開... 如果他是一個很厲害的網紅... 做直播... 他的設備一定很齊全... 因為我看... 我看抖音他們... 因為我沒有玩啦... 可是我看他們... 手機也是能直播... 所以這個直播是不是... 跟軟體有關... 在外加... 流量... 還有... 錄影設備... 也許是手機... 也許是什麼... 是這樣... 那個... 那個... 像... 兵... 兵江市場對不對... 不是很有名嗎... 對... 對不對... 那... 你到他現場去看的話... 他也是一樣... 他就是... 裝潢作業... 就是一聽一聽的... 然後也是手機一架... 就是他一直這樣在講... 最重要他透過是用FB啊... 對... 那... 我們的介面... 我覺得... 我們太辛苦去找很多介面的時候... 又要付費... 又要幹嘛的話... 不是個方法... 我們也... 我們再多費用... 就是我們... 社員現在就是產生問題了嘛... 那... 正向循環是說... 當如果我們... 方向想這樣做... 然後我們找了... 白兵也願意這樣做... 然後... 我們根本不用找人來現場... 聽主講他願意入社... 而是我們就去... 社友大家去講說... 我們今天有什麼... 可以上... 什麼時間可以上FB去看... 然後當他們上FB... 他們會去聽聽... 什麼時間有要看... 這個社人才蠻多的... 然後... 有新的人他願意入社... 他就... 他就是... 乖乖的到現場去服務... 可以啊... 用這樣的概念會... 第一... 我們會跟比較人... 跟其他社也比較不一樣... 也比較適合我們社的型態... 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跟你講... 其實... 我們說真的... 社進來的人都不是會做生意... 平常聽講... 我看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你什麼社什麼社的社親幹嘛... 那吃豆... 吃飯都沒有人要去啊... 嗯... 你若... 你若說... 不是那些... 有的... 甚至是... 阿公、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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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來形態想法也不大一樣... 我是說你若用直播的這個方式... 但是當然要主講人願意... 阿... 你就變成在線上看的人多的話... 你就變成說... 欸... 你就多人知道你這個社... 你知道你有東西可以看的時候... 那也許他就會願意說... 欸...這個社在幹嘛... OK... 甚至... 欸... 甚至我們原本這些說... 說我們鎖定的這些目標... 他就自動... 欸... 現在這個社越動越旺喔... 欸... 他們... 結果主講那麼多人上線喔... 也就那麼多人看喔... 欸... 搞不好哪天是不是人到那邊去主講... 就... 變成... 一個另外一個循環方式... 把這個東西循環起... 又適合我們社的狀況... 我懂啦... 其實我們本來就是網路嘛... 那也許我們... 我們... 做了幾次直播... 如果效果不錯... 可以請... 然後... Marcos請個網紅啊... 漂亮的啊... 來... 也當主講人啦... 欸... 對... 我們就去call人來... 上來看就好... 對... 今天有什麼話... 欸... 他看一看他自然就... 欸... 我們可以在哪個地方公告說... 我們有什麼... 主講啊... 會直播嘛... 啊... 什麼時間點... 那也許就... 那當然就是... 我們就要考慮到說... 我們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時間... 開會跟那個... 主講的時間... 安排人家抓得很準... 什麼時間... 人家一上來的時候... 開始直播開始... 那就... 養成習慣... 那越來越多人... 那就用正向循環的方式... 那又不用花到什麼費用... 嗯... 然後也跟其他社也... 因為我們... 我們社真的不適合... 跟其他社的方法... 去盤子... 去人脈... 去找... 拜風向... 你真的... 我看... 你現在要叫我一個人做... 大家不可以... 啊... 三位... 我真的... 真的是意願不高... 我發覺... 真的是意願不高... 嗯... 所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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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知道... 你會痛苦... 坐在一桌... 所有... 集合網路上... 站起來... 一桌... 人家站起來... 都是幾桌... 一桌... 兩桌...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特色便不是在這邊... 你今天要去自己拼... 我們也不在這裡... 啊... 我們會... 想要立派的人... 他來看一看... 啊... 這你就... 不是我想要的... 我如果要做生意... 這次就... 開不開... 要做生意... 絕對不會想到我們社的... 對啊... 對啊... 你看木星... 其實我們... 我們跟木星的型態有點像... 可是我們打不到木星... 的歡樂氣氛啦... 是啊... 是啊... 那木星那個不是我們的風格啦...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風格應該是國際跟網路啦... 沒錯... 我們在四個社裡面齁... 中美跟雙溪... 叫做正統... 傳統的... 符人社... 我們... 因為我們同時跟木星是成立的... 比較像... 啊...我們唯一的差別齁... 我們沒有HGK... 他們... 當初找來就有幾個咖... 這幾個咖... 會帶動氣氛... 所以... 他們... 前幾任社長啊... Sederman啊... 然後... Ben啊... 還有... Jacky啊... 他們... Eason啊... 他們就幾個會比較... 怎麼講... 比較有那個活力啦... 他們在挑社長當然前面... 後面的人... 你說他們也有年輕的... 也有... 也有老的... 那... 因為Jacky自己會帶嘛... Jacky本身自己就會下去做嘛... CP就自己會弄嘛... 所以說他們當然就... 風格不一樣嘛... 我覺得Kevin講的也沒錯啦... 如果說... 今天我們可以把... 直播這部分做好... 我覺得可以啦... 如果說... 這樣子啦... 你覺得我們在社慶... 先來弄個直播試試看... 你覺得如何... 我們還有點時間... 我跟你講... 在社慶之前就要先... 直... 因為... 我...我...我直播我會弄啦... 啊... 你用手機直播... 用電腦直播... 用什麼直播... 你用攝影機直播... 都是可以的啦... 我們不是有一個... 實體出獎人嘛... 反正你用... 其實... 我跟你講啦... 他們其實... 這些直播... 直播主喔... 他們其實... 都說他們用手機... 其實他們只是在爭取... 手機的那個... 廠商啦... 你懂嗎... 業配啦... 所以他們都說是... 端爛手機是可以... 對... 支持直播... 我是覺得說... 為什麼... 就是我之前是... 我先... 我講一下直播好了啦... 那其實我之前一直... 有說要找一些網紅來... 來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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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想法... 我們等於是趁網紅的... 那個流量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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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最後是一定要做... Facebook的那個Live... 因為... 真正的直播... 大家會等的就是... FacebookLive... 那你在玩... FacebookLive之前... 你要先... 玩YouTubeLive... 因為如果我們弄得不好... 可以在YouTubeLive... 先把它... 刪掉... 嗯... 你知道嗎... 我就可以... 刪掉... 然後可以直接... 拿YouTubeLive的那個... 我就可以下載下來... 直接剪影片... 這樣子... 那... 那... 你先... 因為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 最後我們是一定要做... FB Live... 那我們現在... FB Live... 看是誰在管理啦... 那... 或者是說... 乾脆就建一個直播的帳號也可以... FB Live的部分... 嗯... 就是說... 設備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手機... 一定要... 那...但是... 你... 只有手... 只有手機... 大家都說他是用手機再直播... 確實... 一定要有一個手機... 才能夠直播... 不然就是用電腦... 用電腦就是比較專業的做法... 嗯... 那手機直播呢... 有幾個東西... 就是說... 欸... 反正... 基本上你要解決一個收音的問題啦... 嗯... 基本上要解決一個收音的問題... 啊... 我是有一個藍牙麥克風給... 給... 在David那邊... 但是那個都... 不是非常理想的... 有... 比較理想的那個... 簡單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你... 你... 影像... 聲音比影像還要重要... 所以直播呢... 你的畫面... 不ok到還好... 但是你的聲音絕對不能... 你聲音... 沒弄好... 人就想要轉台啦... 嗯... 我們看直播... 基本上... 聽不清楚... 算了... 就... 手機又跳出另一個東西... 欸... 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最後我們是一定要... FB Live... 這個是一定要的啦... 只是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 改善那個畫質跟收音啦... 這些東西... 就是說... 如果Rub有興趣... 我們可以自己... 我覺得... 那個Billy可能比較忙一點... 現在... 嗯... 可以啊... 不然... 我們兩個來算... 我們兩個先來算... 我給一些東西... 讓你知道就是... 直播是怎麼一回事... 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 幫我找個網紅... 這樣... 對... 那個... 那個... 沒聽到... Belinda... 那個... 布林達的麥克風啊...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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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三天前... 才第一次直播啊... 嗯...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很多人... 就... 慢慢都開始自己想... 就... 覺得他應該不是那個... 可能會幹嘛... 或是... 以前沒有碰過直播... 很多人... 還是... 開始嘗試... 在他的... 他的專業裡面去做直播... 嗯... 還是我來... 來演講... 來我們社... 你要找一些人願意... 用直播... 因為直播有一個... 很大的危機就是說... 丟出去就丟不回來了... 收不回來了... 我知道... 對... 還有... 我不知道... 我們福倫社... 願不願意... 我... 不是... 我們如果先做這個... 對... 一播出去... 那個... 地區... 跟分區會有什麼想法... 你會有壓力... 我跟你講... 你如果要... 我在講會有壓力...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要考慮這個... 只有我們改變他們... 他們沒辦法改變我們...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我們已經改變了... 除了很多東西... 嗯... 比如說... 很多那個網路都拿掉了... 我們網路基本上... 我們是很符合網路社的... 形態... 嗯... 沒有幾個... 現在人存在的... 有些是有名存... 名存實謊... 很多... 他雖然掛網路社... 但是他... 他大部分還是實體... 沒錯... 啊... 我真正的網路社... 就是我們這種形態... 嘿...請說... 就是... 我就是要勸... 我不是勸... 應該說... 我就是建議... Rober就是說... 你... 你剛剛說要在那個... 那個就是說... 這一次要做直播... 講在那個... 怎麼會做直播... 社慶... 社慶... 社慶...對不對... 我建議不要... 就是先主獎人願意... 要用主獎人... 這比較單純的方式... 因為你社慶... 要牽涉到很多貴賓... 嗯... 很多服論的來賓... 很多服論的利益... 嗯... 那你這個... 很簡單的... 你3521的東西... 搬出去... 如果3520... 實在地區看到直播... 啊... 會造成... 各社當中的額語... 到時候所有的壓力... 槓下來的話... 就是在... 我們社身上... 嗯... 所以... 我們不要先... 剛開始要做... 先不要去玩這個... 但是... 這個方向是... 我是覺得是... 真的是確立可以玩... 我覺得社慶... 先不要直播啦... 你至少說拍... 我跟你講齁... 你直播有個前提是... 拍攝要好... 收音要好... 你不管說... 錄影也好... 或者直播也好... 你的拍攝跟收音... 就... 沒有人可以搞得定... 現場的部分... 當然我回去... 我可以弄啦... 問題是... 問題是... 我不在台灣啦... 我在台灣... 當我... 全部都可以搞定啦... 問題是... 我不在台灣... 我這邊集沒有用啊... 那個啦... 我有個想法啦... 是... 我覺得... 其實我... 你... 我不太可以喔... 到時候... DG給我什麼啦... 反正... 我也幾年嘛... 大家都一年嘛... 反正好玩就好嘛... 所以我不用擔心說到時候... 那個... AG啊... 然後... DG啊... 會有什麼壓力... 也那個無所謂... 反正... 只是在於說... 就像你... 就像Kevin講的... 對啦... 我們這次場合... 譬如說手敲... 就是... 或聯合立會... 可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齁... 反正... 我們一定要做嘛... 反正... 你有想辦法能找到社友的... 我們都願意嘗試... 反正... 你只要不要太離譜就好... 所以... 我可以這樣子啦... 我們... 要不然這樣子... 找一個立會... 然後... 找一個... 譬如說... 主講的願意的... 就算了啦... 譬如說... 我說... 看有實在網紅的... 不用太... 紅的... 譬如說有... 點播流量的... 我們... 畢視他來主講嘛... 他來教導我們怎麼做... 網路立會的直播嘛... 反正... 他可以當演講的方式嘛... 你覺得怎麼樣... 欸... 上次有一個那個... 網路拍照的那個... 老師啊... 很大的辣妹... 我們在法國... 等一下... 那是... 那個誰... Marcos 知道... Marcos 還在線上嗎... 他在啊... 對對對... 那一個... 就很... 就... 他的那個... 就一上他的FB... Billy有去看啊... 嗯... 那那個Billy好像有跟他聯絡啊... 他一上他的FB... 他拍... 網拍的那個... 照片都是有一點那種... 蠻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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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露骨的那些照片... 拍照是拍照... 那直播會是... 不一樣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他來做直播... 他來做我們主講人... 嗯... 那他也願意... 他這種人... 他一定願意直播... 這種型態的... 他一定願意直播... 嗯...嗯...嗯... 那... 利用他的這種... 又可以吸引很多... 沒有啦... 或是什麼來看... 我的意思是說那種... 我覺得... 沒有啦... 你說... 他自己已經有一些... 損失跟那個了啦... 那我就覺得... 就是說... 你還... 我就覺得... 我們應該是一個平台... 你懂嗎... 然後呢... 有一些... 主講人呢... 他可能... 不會弄... 他可能某些... 比如說我們上次的... 那個主講人... 他是很... 他是很厲害的... 很多人想要聽他的... 那如果那天... 我們有直播的話... 其實那天可以吸引蠻多人... 因為他... 對啊... 光山友的那些群... 欸...就嚇死人了... 你知道嗎... 但是他不會弄直播嘛... 你懂嗎... 在這裡啦... 在... 不在台灣啦... 啊... 我要辣妹啦... 我不要辣妹啦... 你要辣妹啦... 哈哈... 他給我嫌棄... 啊... 你... 我幫我... 我知道幫我... 要找... 網紅次播... 沒有啦... 開玩笑... 其實我們要... 有一個協助我們做這個... 因為... 你可以做剪輯嘛... 對不對... 對... 對... 我們不是這麼懂... 可是... 因為你每次準備工作... 像我們以後... 假設... 假設... 扣掉聯合立會啦... 扣掉正式立會... 有來賓的... 不做直播... 之外... 其實有來賓也做直播... 無妨... 因為... 我們的... 還是正式立會嘛... 我覺得是OK的... 那你說我們... 你要跟主講人... 跟來賓都要講... 講清楚啦... 要先講... 不過啦... 我們有直播... 而且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直播... 不直播... 對我們來講... 其實... 就是... 幫助並不大... 對啊... 對啊... 就覺得... 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說... 我不知道...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可能... 那個... 那個... 如果像直播... 一般FB的話... 他是群組在擴散很快嘛... 對啊... 對啊... 那... 我... 比如說啦... 你明天要去拜訪... 那個... 千尋嘛... 對... 那如果說... 我們有一個... 既定的模式說... 只要我們社內的東西... 我們不管啦... 只要不跟... 碰到其他社有關係的... 之後啊... 我們都用直播啊... 我們就一直預告... 那這個是... 適合用網易... 還是適合用FB的方式去做... 對不對... 去公告的方式... 然後... 直接直播就上了... 也許... 我們做了很多... 比如說... 服務計畫啦... 或者是我們的社區的... 社區的... 或者是... 那個... 植物參訪啊... 什麼... 都來直播啦... 也許就是... 有些人有興趣啊... 嗯... 那只要我們去拜訪那個人... 他也願意的時候... 嗯... 我們就可以做... 反正是... 到底是FB的預告... 因為... 現在人習慣的是用... 到底是用FB啊... 還是用什麼的... 啊... 預告他們就看... 這個有... 反正這個社有活動... 他們那個時間會有... 反正你就是直播... 你也不管他會不會上來看嘛... 就直播了... 啊... 有些人他會是... 實際上他在FB... 他就會收到廣播嘛... 嗯... 那... 他可能就會... 就算他沒辦法直接上去看... 他事後他會去看... 嗯... 那這個人氣就會一直... 等於循環式的一直累積... 那個... 嗯... 概念啦... 反正是概念... 我在丟的都是概念... 我本來想說... 總是想說... 可以... 在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怎麼辦法... 那還有另外一個概念是說... Robert... 也許你可以... 比如說... 我們是不是先把... 時區有沒有... 照... 公告整理一下... 我們跟我們大約同樣時區... 可以... 跟我們在... 我們在開網路立會的時候... 可以上來的... 哪些區塊的國家... 突然... 沒有啦...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啦... 我覺得... 那個不急啦... 我覺得... 所以... 我們是要先... 我跟你講啦... 都丟魚一樣啦... 你就... 你跟魚... 你把它交掉... 交好就丟了... 你不知道要丟什麼魚走啦... 你知道嗎... 是啦... 但是我們... 我們要把那個... 耳要什麼耳... 鉤子要什麼鉤子喔... 我覺得... 這個要弄好了 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有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是網紅 然後每個人都要去學說 你怎麼直播 那你要用什麼設 反正設念的活動自己就是要直播啊 下次我來講一場這個東西好了 嗯 好不好 還是我做一個 你就可以做 你可以做食物的第一個主獎啊 所以我幫我同學做了一個直播的那個教材 我之前幫我同學寫了一個教材 寫了一個教材 然後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他們學 他是學校 他的學校教攝影 學校要他做直播啦 教教直播啦 我覺得這樣子 如果我們直播的條件夠了對不對 我是覺得可以請Marcus介紹一個網紅來 我們打個廣告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其實替我們社打廣告 不要找那種理經叛道的網紅 你可以找一個比較有名的來這邊 然後來講他的經歷 那這樣子我們看看點幾量 我就要接受講 Rober Rober 我想到了 你不是說要來拜訪 對 我又跟他一起去冰箱市場 我們就來看就好啊 可以啊我可以 你坐在那裡看那裡看那裡 那裡看我什麼 比較累的就是 Ryan要當直播主啦 我們兩個不可能當直播主嘛 因為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是T-Rime不在嘛對不對 對 對 其實我現在就拿他出來做啦 你有發現 好 漂亮 他其實是最合適的那個 攝影師啊 你說 要要求他做100% 我覺得就是讓他動 就像明天 就像明天我去找必須 OK 那個那這樣子好了 那我覺得 幾個東西就是 最簡單的就是 基本上直播都是用手機啦 那你要可以用的直播 你一定要有個穩定器 嗯 手機穩定器 紙還放嗎 蛤 還是 不是 手機穩定器 哦 手機穩定器 那個 那個三千幾個 兩千幾個就有一支了啦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就是有一個問題是收音 你知道嗎 就是你怎麼 所以我 所以就是你用一個 耳機關在你的身上 然後 Ryan再幫你直播 然後那個收音的麥克風就是 你身上的那個麥克風 哦 我懂了啦 就是說 我可能跟Kevin 或者是我 我們戴一個藍牙耳機嘛 對對對對對 那個藍牙耳機是跟那個手機連線的 了解了解 可以啊 對對對 先這樣子來 先這樣子來 然後那個 我覺得我們從現在開始就是 都來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路上就是直播啦 我們自己成為一個網紅 那每個人都是網紅啦 可以啊 任何活動任何的東西 都來升直播啦 嗯 以後我們是從 集合網路直播社 我們 我先從 因為 我覺得Fish跟Jim 明天比較不適合 因為 沒有先那個 然後因為Fish還要跟我同意 我 我去找Kevin的時候 讓那個來聖結 怎麼樣 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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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 就是如果說 把你們 你把那個 就把它發出來嘛 那我 就把它發出來 看想 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可以啊 可以啊 應該 直播 反正 我們今天是社有關懷 就叫社有關懷 然後直播嘛 對對對對對 什麼都來直播啦 然後我們變成一個網紅 對啊順便 特別什麼都不是問題 對我說幫Kevin打廣告嘛 歡迎 辣妹直播 還是Kevin 你男伴女中 我也沒意見 Rober 我看你很快 就讓他關心嘛 所以 我覺得Rober的壓力很大 這種想法都出來 那個 聽說最近 你們集合什麼 要不要 聽聽看 你的想法是什麼 要怎麼做 我跟你講 我 不是已經講過了嗎 不是不是 因為最近還是需要聽聽看 我們覺得你們 好像不錯 來聽聽看 阿基基斯特 請給大家關心一下 你可能會再接到這種事情 我覺得無所謂啦 其實我根本就不可以 分局 我跟你講 為什麼你 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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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投 其實我的理由都是這樣子 我只要 我只要社友 反正目的就是找社友 好玩就好 我幹嘛好玩就好 你說 你說 那一群 誰來關心 哎 那我們如果 那個社群裡面 譬如FB粉專裡面 每一個社友都可以上來做直播的時候 隨時都有人上來做直播 做什麼 想到 來直播一下 大家看 就很熱了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就會很熱了 可以啊 那就是帳號要搞定啦 帳號 帳號要搞定吧 帳號 那就明天討論一下 就開了啊 而且傑聖傅你可以幫忙開 對啊 OK啊 Facebook Facebook的那個 帳號 要先 先玩Facebook還是先玩YouTube 我覺得先玩Facebook啦 那就直接玩Facebook 大家用我的叫做 那就直接玩Facebook 那就直接玩Facebook 這樣子 你覺得如果 因為 FB在 你覺得玩Facebook啦 台灣Facebook上的穿透鏈 應該做得比較高啦 對對對 台灣是Facebook 比較高 然後你就是說 問題是 帳號的問題 我開一個帳號 那它是綁我手機的啊 你為什麼那個 沒有這樣子嘛 呃 綁直密手機嘛 然後我們叫它怎麼開嘛 就是找一個時間 還是你有上線時候 我拿直密手機 我們把它開一開嘛 直密手機不會有那個問題嘛 對不對 對 不然你就 我也OK啊 反正我沒有差別 對對對 它現在是 不然 哦 就是 你就直密的手機 直密的手機 其實手機只是帳號嘛 我覺得沒有差 綁誰的動物手 我也沒有 因為我是怕 我是怕Facebook綁那個 Facebook綁手機 你在別的手機上面登錄的時候 Facebook它會跟著過去嗎 不知道 對啊 不知道 因為可能一個手機只有一個 我不知道 對 能是幫你 因為我之前就是因為這樣 我變成兩個Facebook 哦 懂 對 所以這個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自己先玩玩看 對啊 先玩嘛 我覺得我們測試吧 我覺得你每個當直播主 你用登錄的 也無妨嘛 到時候集合要用什麼手機 我們自己在想辦法 對 我們自己再來討論帳號的問題 對對對 先用自己的 後來後面再討論帳號的問題 我覺得Marcus也是很適合當主播主 哦 太適合了 太適合了 他直接可以講 阿根廷那邊的狀況 我這邊也可以 只是說我這邊要準備 太適合了 太適合了 我覺得Marcus 你每天一定要上直播 然後你要去拍蠻妹 你每天的工作 就是幫我拍蠻妹 開直播 這是你 海外攝影要貢獻的 然後開一個旅行社 然後 他們一個團 上海灘去 去服務這樣 海灘 對對對對對 所以Marcus 給你一個那個渠道是 你不能在那邊高調 你可以在FB在台灣高調 沒有人 對 台主X高調 我跟這邊很多人有FB FB 基本上阿根廷所有的僑胞 大概一半以上都加我的FB了吧 那很好啊 對啊 所以Marcus就是一個網紅 其實Marcus就是一個網紅 而且你看你九月回來 我們天天幫你開直播 哇 找紅磡啊 找辣妹 天天直播就是 就是Marcus在台灣的 每一天的生活這樣 我覺得開直播可行啦 對呀真的可行 對 只是說 最主要是主獎人啦 嗯 怎麼樣宣導 我覺得主獎人吼 本基本上我們現在主獎人就兩種嘛 一個就是正式的演講嘛 因為他不願意曝光 我們也不想講嘛 好我們可能用錄影的方式 這個OK啦 那直播的部分我們平常 平常立會就可以直播 對不對 所以你要移動立會 還是什麼立會 沒有主獎人 你可以找一個網紅來直播 還是他線上直播 反正OK啊 他可以當主獎人啦 對不對 好啦 那反正 我們看什麼時間 適合在討論這件事 不然我們整個 小虎弄弄一大堆 大家到時候 一看到一聽到就頭暈了 嚇都嚇死了 其實 其實我是這麼覺得啦 那個 CAMELA 不是CAMELA 我會去私底下找他啦 反正這次我有準備那個餅嘛 我有多買 所以我當初就是想說我去找Dellie 跟那個誰 那個CAMELA 還有那個Fortune 這三個其實我當初就有 還有CAMELA 還有LINA 那不管我覺得入不入色啦 這是一回事 我可以跟CAMELA講 我說要不然 你看有沒有什麼來協助我們的 那費用看怎麼算 我在想談費用時候 他也不會那麼的堅持啦 當然我們不能說 你來這邊就是做Free的 做Benji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啦 就是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請他幫忙 比如說大型的活動 或其他的拍攝 我覺得就讓他 這邊提一個他的預算嘛 然後我們 看理智慧通過還是怎麼樣 好是大家贊助一下OK 然後久而久之 他就把它當做一個服務嘛 這個事實上我找他談啦 那Dellie的部分我會去找他啦 其實Dellie的部分 我不曉得大家對Dellie的 想法是怎麼樣 他 當初會離社 除了家庭跟經濟因素之外 應該還有其他的原因吧 對不對 不知道耶 他沒講耶 我 他有一次在車上的時候他有跟我講啦 他說 他離社的原因當然是 家庭經濟因素 因為他的 他那時候工作不是很穩定嘛 好就是 公司的狀況不是很好 對 然後 時間又晚 那我一直 我的個人 感覺是覺得Dellie也其實想要在福人社 擴展本脈 不見得是做生意 所以也許在 我們前 我們這一陣子那時候 社友不是很多 然後活動計畫沒有 很凸顯的時候 我覺得他慢慢的就有點意氣難散啦 我的感覺啦 所以 其實我會先 找這三個人 先去了解 尤其是Dellie跟Fortune 我來了解一下他們當初 退社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 至於說 他要不要再回來 我是覺得我們請他先用幫忙的模式啦 就是來這邊 他們也可以當直播網紅嘛 參加例會嘛 對不對 我記得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那個 我覺得Rober去關心 那個以前離開的社員 我覺得這個不管怎麼 不管結果怎麼樣都是很正面 對啦 要啦 不管怎麼樣都是很正面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啦 甚至於說更久以前的 更久以前的離開的社員 我覺得 甚至於 都是可以考慮的 嗯哼 當然就是說 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這幾位是比較親近的 這幾位 就是剛離開的幾位 很有社員 嗯哼 沒關係我覺得 就等你跟那個Dellie跟 那個Fortune聊一聊之後 後面再看怎麼樣 可以啊 可以啊 OK啊 那那就是 以後就是我們的 的路線就是直播 OK啊 我這我同意啊 對啊 然後 然後反正我這陣子先那個嘛 就在4月19號以前我先找幾個社友啦 譬如說 Morris 然後大家聊聊嘛 阿布拉 阿Cavin沒關係 反正 我們兩個瞧好 看你要男辦女中我也沒意見 那其他的 我先讓社友先穩定啦 然後其他的我們要直播的等開始 在反正我們 我們還有點時間嘛 我們7月還有點時間嘛 反正就把這機 把這弄出來嘛 阿沒關係 Morris 要回來了嘛 對不對 我們好好地設計一下 看你要怎麼直播 Morris 回去就是一個很好的那個直播的那個東西 Morris給你一個任務啦 你回來呢 起碼找5個辣妹 潛在社友 這樣 他會找50個 OK啊 我跟你講 其實Morris找辣妹進來 不管有沒有入社 找他們輪流當網紅 幫我們點擊 然後覺得說哇 參加你們社 福利好好 網紅可以簽名啊 搞不好可以找那個什麼 找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有點忘了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化妝那什麼 我忘記了 他們不是做什麼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Cosplay 對對對 Cosplay那個可以 可以發錢啦 可以發這件請請的 了解 Cosplay那個可以發錢請 只是說我們要 要要要達到什麼目的 是啊 對啊 OK 可以啊 好啊 好沒問題 我我我等下把我那個直播的之前的那個準備的交代傳給大家看 嗯 OK 好嗎 先這樣吧 那OK 那我先這樣 等一下 大家在線上 大家都沒講話 到這裡沒有發表一下 沒有 哦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我有 我也有認識 認識一些 認識幾個就是 像是 部落客那種的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這個 演講還是要多元 因為我們像我們 找醫生來講 就有點像那種健康宣導 我自己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 沒有那麼好玩 對啊 我想 可以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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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可以穿插一點這種 是偶爾 是無所謂的 可是 這種 這種 醫生講的 那種胃教的 我覺得 嗯 我自己覺得 還 還好而已 沒有什麼太 除非真的是這個 大家是真的 對這一方面很有興趣啊 那不然的話 我就覺得是稍微 無趣一點 但要找其實 也還蠻簡單 因為反正就 就 醫院裡面隨便 隨便找幾個比較熟的人 來講 都還OK 對 嗯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我未未 我也未未可以幫忙問一下 OK啊 大得 感謝 反正 好玩嘛 嗯 好 OK 那大家還有什麼 那個嗎 對啊 沒什麼事情呢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吧 對啊 對啊 好啦 也完了 簡單的 也完了 好 早點休息了 大家 好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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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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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哦 感谢观看